陛下 陛下 时间有限 植入主题吧 臣遵旨 将阵武成堂 太子要不再看看 既然是朕亲居 那还是先问问自己的儿子 为何将朕遇刺之物 赠于此人 管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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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肆 臣 有罪 说吧 为何有罪 因为他是臣的入牧之兵 好 好啊 好 就算他是你的入牧之兵 可是他为何行走经营 是否在替你密谋串通了 此案首告是你安插在御史台的人 二告 便是你自己吧 否则控贺审案 你一个亲王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殿下你误会了 是陛下让臣来增长见识的 毕竟臣也在此审过殿下 误会 除了自家兄弟 我想不到还会有别的人 会这么关心我 连后宫私密之事都抵察入微 证口 余中闺 叫太子安坐 继续锻炼 殿下请归位 不要让臣难坐 过 我就要在这里看着 看着你们如何锻炼 毕竟此行我也并不陌生 我也好奇 他 会挺到什么时候 殿下 此行开始只是断肢断足 最后可断心脉 朕要活口 陛下 臣倒是有一个主意 讲 罪臣与太子殿下的关系 既已确认 便可用 攒刑不妥 那是用在女犯身上的 岂不正对 许昌平烫花出身 他最真爱的 就是这双拿笔的手 太放肆了 来人 把太子突然去 门外跪着听审 让他说话 再来 臣不会那么轻易就死了的 臣当年跟太子殿下屡屡交锋 并未落过下坊 不 不 我不要 不要再留心了 臣 赵哥 皇太子进来 是 对 那些事 你很想ainen 乱象 人 没有 他 为 你 不 谈 我们 没有 这些事 她就 monte了 永远 验 海 有 与金错刀守书为令 太子连诸金印为祭 三根鸟语为最紧急 是这样吗 朕的皇太子殿下 忠心破功 断不可信 陛下 臣想问罪臣一个问题 问 许昌平 本王问你 太子将御代赐予你之时 是否曾许诺 日后事成 便许你 一姓王决 是否曾许你 宅 близ 兴与不娶 反受其咎 实质不息 反受其殃 不可 陛下 罪臣欲咬蛇自尽 苏醒特医 不要让他死 他不能死 快 太放肆了 崩佩泽 好壮的脾气啊 这是朕的亲卫 不是你的嫁弩 陛下 就连异性王爵这样的事情 都已经传出来 这还有什么可畏惧的 他要是死了 臣的嫌疑这一辈子 都洗不清了 好 就依着你救活他 陛下 罪臣早不咬蛇晚不咬蛇 偏偏在臣询问之时 咬蛇寻死 可见 传言输识 龙太子怎么说 无稽之谈 血已至此 臣请陛下 让三思介入 等到许长平清醒之后 臣愿当着天下人的面 与之对之 届时 死汗的高伐者 也必须在场 如你所言 国家多时之秋 朕不想东摇国本 或许你私下跟朕讲 到底你串通了几位 朕或许给你一线生机 至于使称平马 在三思上位介入之时 朕可以随时下旨处决 就此了结此案 你亦如何 臣不认 臣还是那句话 众行破共 断不可信 都这时候了 你还是一副 无赖的嘴脸 去东宫的人回来没有 认得吗 是臣的建议 好 朕有件事要劳烦你 可否用你的独门绝技 给十二支精卫指挥使 各写一封私信 朕好见人送回去 陛下 又何必要舍尽谋远 将十二精卫尽数换新 岂不是妥善至极 你也知道 臣不想动摇过分 更不想家丑外扬 这样做是目前 代价最小的办法 代价 就是再一次抛弃儿臣 再一次抛弃 另立新出吗 臣不想写 不会写 也不能写 陛下下次质疑 就是说明儿臣 已经失信于君父 失爱于君父 此心一出 不管儿臣有罪无罪 都唯有一死 没人叫你死 陛下的哥哥 臣的伯父 便是这么死的吧 住口 我看你真的是不想活了 臣在临死之前 还可为陛下再出一策 所谓金做刀并不是臣的毒计 远近皆有防信 远了不说就说近的 我身边的赵王 就曾经得到过臣的字帖 以他的天分或是可以做刀 以甲乱针 你潜心已久 是时候祭出这宗法宝了吧 其实臣的字 比起三哥的后宫妇人 那是远远不及 不如把固财人请过来 他的字 早在三年前便可以甲乱针 住口 你没资格替他 不许侮辱我的人 三哥对后宫倒是维护得紧呢 却不想想 东宫一印密新是怎么流传出去的 一边招引入母之病 一边以婢子汤断绝黄寺 你以为他把何国围困你吗 闭嘴 朕什么时候养了你们这般逆处 你写 臣遵旨 臣还有三个请求 说 我 臣请 在座的所有人 在尘安落顶之前 绝不踏出此地半步 书恩 臣请 查阅一个月之前 太子给顾逢威所有的书信样式 书恩 送信者 接换上东宫卫的制服 李宣伟 接会准备拖到 谢礼大人 陛下 十二蜂蜜罕已全部完成 送 送 东宫有机器 调面城指挥使大人 陛下 臣派处得二十四名信使 一半无功而返 另一半或被送去刑部 或被撕押看守 十二名指挥使 无一人前往军营 其中七名指挥使 营业集结于丹凤门外 要求彻撤 不查此案 还有三位 于镇五位指挥使府中集结 与尚书弹劾 东宫谋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你居然让他放假消息给我 假从何来 是御代 还是许长平本人 这些隐私 这些隐私 无论哪一样 都足以置储君以死地 倘若有假 便还我清白 赵王你知道 错在哪儿吗 我的老师曾经告诫过我 一切文艺 皆不可谓阴谋而用 一旦沾染精神全无 骨气全无 你出入我东宫 临铁链字 也算是我门下牛马左 今天 我把此话转赠于你 记住 这并不是告诫 而是 羞辱 早一避 铁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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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江香港 with 了 由梁就可以跟我 primeiro 监最多的 wasn't regard 让赵王替我去 去见识一下群情激愤 口诛笔伐的威力 也好提前感受一下 做未来主的各种滋味 无需丧哥叮嘱 臣弟一定会去的 长大了 你下去 须 须主簿 你 她在梅安朗 大爷还剩一口气 当初你们和摩窃取玉带之时 便知晓 今日下场吧 殿下 小人行此大逆之举 自知死罪 只是为许主簿言行所感 一是为 为殿下 想谋的一线生计 若情事不如许主簿所料 殿下只管将小人抛出 小人会如实供述 是赵王设下的陷阱 是我等何谋陷害殿下 够了 打伤一个徐昌平已经够了 难道还在打伤你吗 陛下弃我 是击毙成用 赵王谋我 是竹斗燃气 你们都是我的金臣 却也在生生逼我 逼我欺君往上 逼我成王败寇 殿下 小人 真的没有那样的胆量 你可知道许昌平是何等心机 他本可远走高飞 却要自投罗王 他口说不死 却在空壳咬蛇自尽 就在刚刚 他挡着我的面 食指俱碎 蛇根都差点断了 他居然在用自己的生命要挟我 就只为让我坐上那个位置 可是我不想我不要 殿下 殿下放心 如今 许昌平 绝不会死 顾才人 与赵王一役 殿下早有抉择 只是不仁看到许昌平 以身似乎 所以 是该把所有事情 全都告诉殿下了 竟然 竟然你也知情 不光知情 是 一时 是作用者 陛下请殿帅进去 太子和五大王进足 带三司会审 太子和五大王进足 也许昌平 五大王进足 好 啊 奇怪 之后 之后 是 他一说了 以后会好的 我猜他就是被审犯了 所以想出这么个法子 逃过三次审讯 徐主播 聪慧过人 这些关节 或许他早就料定的 可他去的是恐吓 你知道 那里对他意味着什么 殿下 殿下别难过 他既然到这里来缅怀 或许 他也真想去恐吓走一回 毕竟 他们父子不曾相见过 他还做了他要做的 接下来 该由我来做了 快 快 快 阿金 快点 阿金 你没事吧 快起来 再坚持一下 我们马上就到了好吗 走 快 快 姐姐 姐姐 站住 不快来了 快走 快走 姐姐 西湘姐姐 阿金 姐姐 阿金 姐姐 阿金哪好 姐姐 快去让你姐姐 你姐姐很想你阿金 快走阿金 不怕 快走阿金 好 别 还好 我一直去找姐姐 走 快 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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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人恭贺五大王 太子这一回 是必败无疑了 陆文静找着呢 不是他 是许章平 他肯招了 现在用不着他开口了 一夜之间 满京气的人都在喘 他竟然 竟然是太子的嫡亲堂兄啊 也是五大王的堂兄 不可能 禀太子未婚 无子 是姨父子 听说是元苏王府的内儿所处 五大王才怎么着 这位内人 还是太子生母孝敬皇后 代子归宗时的士兵 跟随入府进宫的 后来因为这事 被法皇老家娶了 五大王 这样一来便全都说通了 太子赐贷给他 许的不是异姓王军 而是同姓王军 他母亲与太子生母息旧交 他助太子谋反登基 太子助他归宗复位 五大王 这哪是什么司通款曲 这分明就是破天巨暗 东宫太子勾结前朝云野 这定然是死罪无益啊 此事即便有假 那他也是跳进黄河 也难洗一身污名了 更何况 是在这个关键上 无论如何 这都是五大王的齐天之福啊 五大王 此事 你究竟是从何听来的 朝中已经传遍了 虽不知滥伤何处 但据说已传之事件 陛下也知道了 小人这就进宫 去找江上宫 回来 不必去了 不必去了 再也不必去了 五大王 原来如此 此事如假 我尚有一心生计 此事如真 我便结束难逃 我便结束难逃 外面传的那桩子事 你知道多少 知道多久 多大的天下 但只剩下燕翁宫 是自己的地盘了 只剩下你们几个知晋的人了 你还不跟朕说实话 陛下 陛下 小人只知道孝敬皇后当年 特赦了一批宁国公主暗中的 获罪的内人 其中包括江上宫 还有宋内人 不对 时间不对 其实 他们在肃王府 以朱胎安解 你 江上宫 对 你替朕把他给我叫来 他是王府跟过来的老人 陛下 陛下 小人 今后可能不能再侍奉陛下了 陈锦 小人今天要告发 要告发江上宫 小人要告发她 小人要告发她 谁让你这样说的 是小人自己要这么说的 她的阴谋 小人其实早有察觉 只是受她的威胁 一直没敢向陛下汇报 一直养护一话 小人以畏罪服下毒药 只要花的时间 小人少不知 来人 来人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